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参加胡卫跨年 穿麦昆早春西装首秀 念,收视率很吃亏 一年一度的跨年演唱会收视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各个卫视争相抢占市场份额的时候 湖南卫视作为国内一线卫视 不仅电视剧受到大家的欢迎 制作的晚会更是艳压群芳 一线明星王一博此次选择再次和湖南卫视合作 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他提前几天就来到长沙进行彩排 并且将会在晚会上全球首秀新歌念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湖南卫视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但是王一博此次居然意外地到台上进行口播卖货 穿着红丝绒西装 显得整个人喜气洋洋 戴着天天向上的戒指让人破防 令人感动 随后他在表演念的时候更是沉稳大气 非常的从容搭配这首歌的氛围 让人非常感动 念的表演王一博又换了一套服装 品牌非常厉害了 该品牌是著名奢侈品牌 Alexander McQueen 2022年早春西服 能够借来穿也算是对他时尚表现力的认可 而王一博穿上后 确实能突出他的王者气质 有这么好的表演 相信粉丝们想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吧 但是由于王一博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在晚上11点多钟才出现 所以时间比较吃亏 有的人已经开始睡觉 在收视率本来就是下滑趋势的情况下 王一博出场时只有2.2%的数据了 有点扎心 此次湖南卫视全场收视率最高 在王源表演时 拿到了最高的2.7% 也是这一晚上几台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最高点 看来以后上台想要有不错的收视 还是要出现在黄金时段比较好吧 读者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此次王一博的表现吗 觉得怎么样 几个电视台的跨年演唱会 你最喜欢哪一个电视台的表演呢 王一博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穿迈昆早春西装首秀 念 收视率有点吃亏